对宜宾本地人来说 深夜美食琳琅满目 口味众多 但最痛快的事情之一 莫过于和老友吃一顿烧烤 在四川流派众多的烧烤江湖中 你绝对不能忽视一个地方 宜宾市拱县寻场镇 当地有一句话 到了寻场没吃过烧烤 等于没到过寻场 寻场的烧烤 到底有何与众不同呢 味道很好 我就靠这个吃胖的 什么东西最好吃啊 鼻梁精 牙根 花心 花心 一会儿你尝一下就好吃 从来没吃过 来两串 两串 一口六吃的碗 我建议你多吃几串 来五串 猪鼻精 花心 牙梗 这些奇奇怪怪的名字 到底是什么 当地人告诉我 这些正是寻场烧烤的特色所在 明年菜来了 刚才你点的寻场三宝 这烤完了以后 这个串还挺秀珍的 我有点不敢吃 房间我们买了三十年了 这个菜 好吃啊 好吃 肉口就是脆的 放开胆子嘛 这猪鼻精的口感比毛肚要脆嫩 比板筋要筋道 一个人随便吃上几十串 完全不在话下 吃到嘴里 首先是弹牙 然后感觉软嫩 最后又有脆的感觉 在这里吃烧烤 还送你一叠灵魂蘸料 花生碎 可以中和烧烤的辛辣和油腻 用老板的话说 这一顿烧烤 我就吃掉了几十头猪的猪鼻精 究竟这项茶树菇式的食材 是如何从猪头中取出来的呢 赵琳说 只有最了解猪身体构造的人 才能够发现这种隐秘食材 清晨六点 市场里人头攒动 位于角落的一间小屋里 正在进行一场刨钉解猪的大工程 就是这个美味是从猪头里面取出来的 我感觉这个地方都已经剁碎了 还能有那种一长条的那个美味吗 比较精神还藏在这个竹林两边里 小飞你仔细看 看到了 拽出来了 比较精神从鼻子到眼睛的部位 就是一半边连有一条 我能拽一下吗 我感觉一下这个弹性 就感觉非常地有劲 像一根绳子一样的 猪鼻精可是个稀罕物 猪鼻子到眼睛之间 左右两侧 各长着一根白色的弹性十足的精 十几厘米长 小拇指粗细 一头猪只有两根 获取过程费时又费力 到小飞你看一下 这个腰根 这是个丸子的腰根 因为这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原来牙梗花心 都是当地人的叫法 牙梗就是猪口腔的上颚 也叫猪天梯 而花心是猪舌根旁边的脆骨 形状像金元宝 口感软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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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